正面看 而且是高樓層 直接拿包入住 紅本在手隨時可以交易的一套房 這個景色非常美 可以對出去看著我們的遊艇會 樓下的這些別墅 這裡看過去全部都是屬於我們這個市區裏面的廚房 這裡是整個海邊來講是唯一可以用天然氣的小面積 這裡可以畫一個三段式的 洗澡房 這樣可以適合一個人洗澡 適適方方的 這個大約是一個平方的面積 然後這個位置就是我們的一個洗手間 如果你想前期交給酒店去托管都可以的 現狀交流 如果後期自己住的話我們搬走一張牆 大家如果喜歡安靜的 這個市區就非常適合 還有有些朋友說 我想在合正東部灣這裡買一層洗澡位 然後我喜歡出海釣魚 Hello 大家好 我是家Helen 今天來到合正東部灣遊艇會這裡 讓大家先看一看 這裡是非常美的景點 而且是整個惠州最底的遊艇會 來到這裡肯定要介紹合正東部灣的樓盤 今天跟大家介紹的就是 102座55平方的單房 正面看海而且是高樓層 直接拿包入住紅本在手 隨時可以交易的一套房 跟大家說一下這裡的一個環境 來到這裡肯定有些朋友想 哇 這裡好美啊 想在這裡買一個遊艇 然後有空的時候就出去釣魚 不知道這裡的遊艇貴不貴呢 Helen大概跟大家說一下 那些遊艇的話 我都會放一個圖片給大家看 那個遊艇五十多萬 然後可以坐十個人 大約有十米長的 我們平時可以出去釣魚 和朋友玩或者聊生意都可以的 停泊車泊船費的話 就是三元一尺的 圍起來的話一個月就是千多元的 這個泊船費 我們除了這個遊艇之外 我們如果不想買 或者想要租的話都可以的 坐那些遊艇的話 就是一千八一個小時 可以坐十個人 可以圍周邊走一個圈都可以的 有一個小時 如果我們都可以坐那些飛艇 那些飛艇的話可以租的 租的話兩百元一條船 最多可以坐五六個人 那兩百元 如果喜歡釣魚的朋友 我們可以直接去到那個 跨海大橋的 喬敦那個位置去釣魚的 然後我們就可以很漂亮了 即是人均的話三四十元 就可以出海釣魚 這樣的話 即是這裡開飛艇過去幾分鐘 回來的話又是幾分鐘 這個電話就過去 然後釣完魚之後呢 就叫船家過來接你 也很方便的 所以我們是不是很棒呢 即是退休的生活 以及非常之放鬆的 這裡的話其實消費就不算很高 很貴的 除了這個遊艇會之外 我們還有這個 私家沙灘的 是我們的一個左手邊的這個位置 即是在跨海大橋的 最邊上的一個樓下的位置 即是很美的 那些沙灘 又幼的 又是我們自己的沙灘 平時的話很少愛人來這裡的 還有我們 私家沙灘之外 我們旁邊還有一個 方錢 西班牙方錢商業街 那裡是一個環境超市 日常的一個生活配套 我們都可以買得到的 包括一些泳衣 釣魚的工具 以及生活用品 全部都是有的 包括收快遞 都可以寄到我們家裡留下去的 那坐車應該大家是比較關心的這個問題 坐車我們就可以坐那個 京橋巴士 每天早上5點50分 在十里銀湯維港灣那個位置坐的 那這裡到十里銀湯有一段距離的 我們家門口那個小區大門 都是有一個主要做冰海專線 五銀街 就可以到維港灣那邊去的 所以我們的交通都不是問題 最重要是這個景就非常之美了 那OK 那我們就事不宜遲 我們上樓去看看這套單位 來吧 天空紛紛西雨時 又懷念幸福的往事 遙遠的他跟我又再次 夢裡全身分海雪不語 寂寞的風怎麼去證明 問誰又令我感慨不停 望向這街燈跟我細手 反正無人牽手 一生去打拼 真能放褪 沒有他心裡冷清 從有狗地 將傷心裡落著性 好了 那我們上來到二十樓這裡 這裡是總共四部電梯的 看看我們這套房其實都是不錯的 因為類似這個單位的話 他就做不到藍不對流了 那我們現在這套單位 其實是可以做到藍不對流的 不免可以看我們的山景 然後右手邊有一個七十七棟的位置 是一個登山道的 喜歡行山的朋友 都可以去逛逛山的 如果我們平時打開門 或者我們後期可以買那些 叫做什麼 那隻叫做防五蚊那些門 門 門打開門 門關掉它 然後這個門打開來的話 就可以形成一個藍不對流的 對流風 我們走進來看看 這裡是可以做的 可以說是一個單間的 五十五個平方紅本再受 隨時可以交應 這個門就是我們的交流標準 不過我們要先把門關掉 因為今天風有點大 這邊看過來的話 是我們的一個廚房 這裡是整個海邊來說 是唯一可以用天然氣的小面積的 我們這裡後期可以通過一個天然氣的 我們平時可以買一個電池爐 在這裡煮一些白灼海鮮 或者簡單煮一些食物都可以的 這個催藥營機 都是之前的一個交流標準 這些都是沒問題的 這個都是很新的 是沒怎麼用的 這裡的一個洗手台 都是比較大一些 我們清潔一些事情的時候 都是比較方便一些 很多時候我們是看到比較細小的那些 這些小櫃子的話 這裡可以放一些雜物 這裡是 對了 這裡放一些雜物 我們再轉右手邊 轉左手邊看過來的話 這裡可以說是一個三段式的 洗澡房 這麼巧可以一個人洗澡 四四方方的 這個大約是一個平方的這個面積 然後這個位置的話 就是我們的一個洗手間 它是分開的 我們就可以說比較方便用一些 這裡本身是一個透明的玻璃 其實它是做了一個磨砂的一個 叫做什麼 這個叫做貼紙 貼了它 那個隱私性會好一點 不過自己住的話就不要緊 這裡走出來的話 就是我們一個擦牙洗面的地方 下面放一些拖鞋或者清潔用品 其實我們再走過來的話 可以看到這裡是一個單間的設計 就不像我之前拍的單位 就是藍色牆面 這個就是業主自己去裝修的 我們看看這個位置 如果自己後期住 可以這個位置做回衣櫃 做到頂也OK的 這個衣櫃可以做很大 這個家的話 如果你想前期交給酒店去托管 也OK的 現狀交流 如果後期自己住的話 我們搬走一張牆 然後這個位置放一個梳化 這邊看電視也不錯 然後中間放一個吃飯桌 這裡的話 我們放一個1米5個床 自己後期養老 或者度假住也可以的 這裡我們的一個家司 或者家電 比較簡單一點 看著一下 它是沒有雪櫃的 就是一個空調 上面就是一個1.5匹的空調 還有這個電視機是非常小的 比較微粒一點 我們看看外面 最重要是什麼呢 最重要的是這棟樓 這座樓是一百多二座樓 是最新的這一座 交流時間是19年至20年 那時候疫情 所以比較少人回來住 我們出來看看 我們出來看看 這裡的話 這個景就非常之美 可以對出去看著我們的一個遊艇會 樓下的這些別墅 那這裡看過去 全部都是屬於我們這個小區裡面的 那晚上的景都是非常之美的 那Helen呢 都會放一個夜景給大家看一看 晚上這裡就不是說會黑漆漆 那人比較熱鬧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這個跨海大橋的這個 車水馬龍 然後看遊艇會的燈 還有這些屋頂的燈 其實是非常之美的 就不要說那麼低調 那今天的天氣都非常之美 那這裡一拍望過來的話 都不錯的 那整個小區的話 只有三千多貨 這裡的容積率是低至一點多 所以我們這裡的舒適度非常之高 那大家如果喜歡安靜的 那這個小區就非常之適合了 還有有些朋友是說 我想在合正都武灣這裡 買回一層小單位 然後我喜歡出海釣魚 喜歡出海坐這些遊艇的 或者坐這些飛艇的 都是很方便的 因為現在租遊艇的話 都是非常之便宜的 那麼我們這套房就看完了 那跟大家說一下 這套房的一個情況先 這套房面積是55平方的 那這個朝向是朝南的 正面是朝南的一個朝向 是的 這個借用都很漂亮的 是不是阿生 沒錯 是的 那這套房的價錢 是25.8萬就可以拿下這套房 還有交的契稅是一個點的 契稅是按照房產局那邊的定的一個價錢 契稅交的價錢大約是4,400 交易費是7,700 那全部能加起來的話 大約27萬左右就可以拿下這套房 那這些單房的話 其實就非常稀缺 又特別是有這麼漂亮的景色 那大家如果喜歡這套房的話 記得趕快過來看這套房 然後上面是一個watcher 和微信的二維碼 那如果大家感興趣 可以直接添加我都可以的 又或者下面是一個連接 評論區那裡有一個連接 可以直接點進去 和我連繫都可以的 那大家如果對這套房感興趣的話 可以有個時間 我們在深圳的關口 連堂、羅湖、福田航案 專車接送你們過來看樓的 我們這次的節目就介紹得差不多 我們下次再見吧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